女性一定要注意 胸部變化 你觀察到了嗎 是 女性嘛 大家都知道現在乳癌是 台灣女性得到癌症的第一名 也因為女性得到乳癌 大部分都 所以這個極端的女生 一旦中了 其實對家庭影響實在太大 因為她可能是家裡的 經濟支柱之一 我常在講 很多的癌症 像胃癌或是遲到癌 她們得到的年紀 大部分都偏比較 年紀大一點點 你如果70歲得到癌症 或是80歲得到癌症 其實對家裡的影響 沒有那麼大 很現實很殘酷就是這樣 因為你在家裡面其實沒有經濟的 產出能力 你也不需要顧上面的人 也不需要顧底下的人 就已經80歲了 可是這個時間的女性 45歲一旦得到乳癌 上有公婆 下又有小朋友 對 而且你搞不好還是 家裡經濟的一份子 對 所以這個影響非常大 所以女性一定要 假設你今年都沒做的話 就趁著今年的總整理 跟各位稍微講一下 你要怎樣觀察一下自己的乳房 你到底做了沒有 第一個就是 乳房有沒有一邊 乳房的大小 完全變得差很多 我覺得現在的女性有點很奇怪 之前就有個女性很怪 她35歲 她在我悶診的時候 我說怎麼了嗎 她說可以幫我檢查一下乳房嗎 我說你是什麼問題 是摸到腫了還是什麼 她說不是 她說她覺得 我說是差多少 她說她現在 她本來兩邊都是B罩杯 她說她現在右邊是C罩杯 我說妳多久了 她說快要七八個月有了 我說那妳為什麼 現在才來 她說她本來以為是 我說小姐妳三十幾歲 胸部還在發育 妳如果妳十八歲都在發育 算了 她以為胸部還在發育 這後來生的兩邊很明顯 肉眼看起來就差很多的時候 她才跑來的 我說妳有沒有摸到什麼東西 她說好像也沒有 奇怪 怎麼會沒有 我一摸在底下 就一個圓圓的在底下 一直滾來滾去 她其實還都沒有摸到 我們就知道超一摸一照 裡面就一個 十二公分的腫瘤在這邊 這麼大了 當然要開刀 都開出來是 它還是良性的 這葉狀肉有個特性 它跟一般的乳癌 有點不大一樣 它還是算良性的 只是說 它長大速度可以很快 當然它如果白酒 也有可能從良性的葉狀肉 變成惡性的葉狀肉 還是有可能 所以想說你胸部突然間變大 你又過了發育的年紀 自己還是小心一點點 第二個就是 我們常常在講 乳頭搔癢 你不要一直以為 只是濕疹而已 不是 有一些乳癌的細胞 如果它剛好長在乳頭底下 它會侵犯乳頭的 你的乳頭就會變得紅紅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 所有的乳頭變紅 都是皮膚病的也不一定 所以實際上要小心 另外我講這個乳房的疼痛 以前人家不是在講說 癌症就不會痛嗎 其實也不一定 乳癌確實很少會痛 不到三分之一 但是還是有的是 以疼痛來表現的 這個婦女 還是個三十七歲的婦女 她來我門診的時候 她會覺得 她才跑來的 而且從這個地方 會放射到手的前面 這個地方整個都在痛 她說我就去摸 我摸乳房 確實還滿正常的 可是當我摸到她腋下的時候 我就嚇到了 這是硬梆梆的 一串一串的像葡萄一樣的東西 就在這邊 超級明顯的 我第一次問她說 你痛多久 她說四個多月 她說因為她半年前 我照過乳房超硬波 說沒有問題 所以她後來開始痛的時候 她一開始都根本就覺得說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她檢查過了 所以她覺得她沒有問題 結果後來我們再照 一下子 淋巴結一大堆 通通都是乳癌症 但是她真的很倒 乳癌轉的 對 乳癌轉 但是我們去照她胸部的時候 真的照不出來什麼東西 我是後來在幫她加做乳舌的時候 才發現她的乳舌裡面 有很多的小概化 它真的很倒楣 因為乳癌有兩種 有一種是真的會像大家 平常看到的一顆硬硬的在那邊 有一種叫做 它不會形成一個 很明顯的一顆在那邊 可是它的範圍反而很廣 另外就是你的乳房 有沒有明顯的腫塊 這是我們講的 乳癌七成以上的人 都是自己摸到 另外一個乳房的分泌物 乳癌會造成分泌物嗎 基本上乳癌本身 不會分泌什麼東西 但是它會流血 因為我們每次在講說 癌細胞為什麼會流血 因為癌細胞的血管是不成熟的 所以它很脆弱 所以有時候血管會流一點點的血出來 所以當你單邊的乳頭 有流那個 那個黯紅色的血 或纖綠色的血出來 一直有持續的話 你還是要小心 自己是不是乳癌了 我常常講 還有一種分泌物叫做 如果今天你的小孩子已經八歲了 你最後一個小孩子已經八歲了 你還在分泌乳汁 你不要以為不要 不要緊 我們這裡有個很好玩的病人 他到我們骨骼門診的時候 是因為腰痠背痛 一照的時候 他那個腰椎的第四節 他才三十二歲而已 壓迫性骨折 那時候去這股蜜度 負四點五 覺得非常非常的誇張 三十二歲 怎麼可能會去負四點五 超級離譜 後來去問他 他的 所以他的小孩子已經八歲了 他很早就結婚了 結果他這八年來 乳汁還是一直不斷在分 他早就沒有胃 當你蜜蜜基數很高的時候 你想想看 他就等於是停經了八年 他才幾歲 他常常會骨鬆 所以他講說乳頭 任何不正常的分泌物 或是一直不應該有的分泌物 你都應該來找我們檢查一下 裡面都會藏一些 很奇怪的毛病在裡面 不用為了鈣化去開刀 千萬不要 鈣化是果不是因 它是因為前面有個變化 才造成它的一個鈣化 所以你如果前面的變化 本身是良性的 這個鈣化在那邊 一輩子都是良性的 所以你不用為了 鈣化的臉口去除去任何的東西 另外如果像有些女性 因為我們有時候 乳環外科醫師 叫你們開刀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怕說 你就算不是全接 你拿掉一個空的時候 會不會凹下去 剛剛有在提到這個問題 現在技術超級進步 有各種縫法 可是有些是 因為它可能 腫瘤的範圍稍微大一點 所以你拿掉的時候 會凹下去有沒有 現在這種最新的技術 可以放進去 跟你症狀它組織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看完它說 我們放進去之後 馬上就填起來 觸感還比你其他地方好 那地方更好 對 也不會影響到你的外觀 所以熔乳的用意 不是為了美觀 熔乳的用意是因為 很多人有乳癌 要重疹那個乳化 一開始的時候 是這樣的用意 沒有乳癌的也去弄 變這樣子 瓜哥講的這就是 我們整型外科的爭議 整型外科一開始 真正的用意 就是要把那些 有缺陷的方法圖回來 後來才是做醫美 對 醫美是後來的產 我們講到心肌梗塞 大家第一個喜歡 就是男性抽菸的 然後年紀比較大的 這個是心肌梗塞 最發現最危險的那個樣子 一直以來在台灣 死於心肌梗塞的人 男性也都是多於女性 沒有錯 但是根據這兩年 那個我們國內 某一家醫學中心的研究 他們發現 他們就在講 怎麼發現好像最近 心肌梗塞年紀有點在下降 結果會發現 大家知道心肌梗塞的前期 有可能是 就是有點缺血的時候 還沒有到心肌梗塞的地步 發現 越來越高 幾乎已經快要超過年輕了 抽菸 覺得很怪 就是說那女性發生什麼問題 結果發現 大家都知道 三高跟這種心臟有問題 結果會發現 在年輕的女性 得到糖尿病跟高血糖的比例 並沒有上升 是最近台灣的女性 造成他們心腳痛的比例 越來越高 所以注重一下你的血脂 除了這個之外 另外還有一些 你生活的習慣 也會造成你心腳痛 之前我們在急診室有個病患 34歲 被送到我們醫院的急診室 就是胸悶 很不舒服 就跟剛才那個 陳醫師講的一樣 就跟大石頭 這樣點心這樣一樣 還滿典型的 所以急診室醫師 非常的熱 馬上做個檢查 馬上就判斷了 很快 他在我們急診室進來 一直到去做心導管 才一個半小時 就全部倒完了 真的是心肌梗塞 然後我覺得非常壓抑 三十幾歲 心肌梗塞 重點是他又不怕 看不出來有什麼危險因子 也沒有抽菸 也沒有什麼家族事 什麼都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心肌梗塞 很奇怪 後來比較穩定的時候 就那個心腸科醫師 就在跟他先生聊天 醫師在也是覺得很奇怪 什麼莫名其妙會那個 講來講去 大概只有一個原因而已 就問不到 有什麼危險因子有沒有 唯一危險因子就是 在家裡就是所謂的 河東似吼型的 小孩子做到事就是 先生只要他看不順眼 就是標罵 所以我們強烈懷疑 他有高血壓 只是他都不知道而已 他都沒有癌過 所以他三十二歲就 所以你肚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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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罵人的時候 要小聲一點 不要再細心 小聲嘛 血血眼罵 會啊... 你那個教育神經那麼興奮 血管全部都縮起來 你常常常都是這樣子 醫師超愛錢 誰不愛錢 大家都愛錢 對 大家都很愛錢 對... 有的時候因為那個病人 他本身到底醫學常識 沒有那麼的多 他不知道有些動作 是必要的醫療療程 像我自己也被人家投訴過說 你們醫院的醫生怎麼都 一直叫我們病人回診 然後都沒有醫德 雖然好像醫術很好 可是為什麼 明明可以兩下就解決事情 你要跟我搞這麼多次 那個病人四十二歲 他才找我的時候 他肚皮有個大概 大概十五公分的刀疤 他是因為婆婆殘採 但是你知道嗎 他婆婆生長完之後 他就很倒楣嘛 因為這個是體質問題嘛 他就那個疤長得跟 真的是跟五公一樣 就是我們講的蟹乳腫 有的蟹乳腫沒有怎麼樣 有的蟹乳腫只是美觀問題 他不是 他是會痛 不過這有幾個處理方法 你這個已經這麼明顯了 你想打雷射大概也很困難了 我說要不然就是 開刀 重新縫過 我說他另外一個方法 不然我們就局部 打一個雷乳腫好了 但是你知道嗎 對 非常硬 所以我們在打那個針的時候 病人都會很痛 對啊 超痛的 我們要把那個藥打到那個疤裡面 都要推很大力 我每次推的時候手會痠 你知道嗎 還有兩隻手這樣 然後他這樣一直擠 那個拆放進去 一隻手這樣推 是推不動的 那這樣疤會消嗎 會 真的會 然後我們就對著他打 你知道嗎 我一針一下去 一推 他就嗨嗨一叫 叫很大聲 我一樣 我沒有辦法一次把他打 因為他這十五公分 我怎麼可能會這麼痛 所以我就分四次 我決定第一個禮拜 叫他打一點點 第二個禮拜又來 第三個禮拜又來 第四個禮拜 因為理論上這個八個月打一次 我就想說剛好分四等份 等到輪到第一個時候 剛好一個月又過了 剛好又開始又在打這邊 所以我就這樣子 讓他打三個月 所以三個月之內他來了十二次 結果打完之後 效果很好 他也很滿意 這十二次都是健保 我也沒收到半毛錢 結果就這樣處理完 我也覺得很OK 那兩個禮拜之後 收到院長信箱 貴院的醫師醫術 感覺非常的精良 因為我的刀疤確實消了 他講話還滿有良心的 反正我的刀疤 有小很多 我也真的還好很多 但是 因為他說 因為這三個月來 這三個月的療程 我來貴院來了十二次 你知道每一次的掛號費 要多少錢嗎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醫師部一次幫我做完 他說忘記我第一次下去 他叫得有多慘烈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之前我們有過這個經驗 我們真的是 那之前有個病人 他開胸乳房那個腫了 看完之後他也是很倒楣 長個腺肚腫 長得超過明顯 他說他來找我 所以是希望我把這個弄掉 我就說我講的一樣話 我說就算把你開掉 也不代表說你以後不會再長 我說還是用打的 如果你不是很care這個形狀 只是不要痛的話 結果我一打下去 我才推到一半 那病人差點就過去打了 對 非常痛 就出去馬上量血壓 240 我可怕 這個真的很痛 那個真的很痛 所以我才說 你才這樣很痛 如果你可以忍 那我當醫師幫你打完 拜託 我是為你好 結果被他講成這樣 為什麼很多人 對醫生會有誤會說 你一次可以做好 為什麼一定要分兩次 我也絕對不能夠否認 確實有些醫生 是為了要那些健保費 絕對是有一些醫生 我們開一個乳房腫瘤 假設我開一個乳房腫瘤 他很奇怪 健保區幾乎很奇怪 你認為說假設開一顆乳房腫瘤 他給我3000塊 那我開兩顆 他是不是應該要給我6000塊 合理嘛 但是健保區不是這樣算的 他開一顆3000塊 第二個他就只給你1500 他就是講 如果你同時開兩顆 你就沒辦法拿到兩顆的錢 你只拿到一顆半 對 所以有些醫師 他就會說你這次先拿一顆 你下次再拿一顆 因為對那個醫師而言 他做工是一樣的 為什麼第二次就要減半了 第三次要變四分之一了 對啊 可是健保局 就是這樣子規定 你沒有辦法 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醫生恐嚇你 其實我要讚揚那個醫生 代表那個醫生 至少還有 診療費又不會因為 我又不可以上面寫說 我今天罵他兩句 所以健保費要多一百 又沒有 所以罵你以後 搞不好他不來 對 不是還不來 搞不好他去外面 送回一張院長信箱 所以我態度很差 對啊 所以我們願意罵你 是因為我們還有 習醫的熱忱 所以我們偶爾會用到一些恐嚇的 因為就是講不聽 所以我有個病人 他就這樣子嘛 他是二十幾歲的女性 他就一個乳房良性腫瘤來找我看 但是我看他長得有點怪怪的 我就幫他 我不是說他長得怪怪的 是他的腫瘤長得有點怪怪的 我就拿一個針一扎 就出來是良性的沒有做 但是就好像我之前講的 良性也分很多種 他就是我認為需要開刀的良性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這個我今天拿掉 他說他不要 我說為什麼你不要 我說他怕痛 他不要開刀 而且開刀再怎麼開 也會留疤 我說我可以用微創 他說不要 一點疤他都不要 我就想說他傻傻的 因為我切片那個疤 就跟我微創疤疤一樣 他又不知道在講什麼 讓我切片 不讓我微創 很奇怪 他就堅持不可 我說好 你不開沒有關係 但是請你每三個月 每三個月要來讓我回診 他就開始有 他說不行 我說為什麼不行 你不開他又不回診是什麼意思 他說我工作很忙 我很難請假 我說那你為了這個 你偶爾三個月才請醫師 會怎麼樣嗎 他說可是我請假的時候 大部分都在睡覺 我一聽到一個這麼年輕的女性 我們跟他這樣講 說講不聽了 就開始火大了 就開始講說 其實我覺得你不用急著睡覺 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 因為你以後睡覺的機會很多 我說你如果生前死 這個不是主軸的 你是主軸的 這太過分了 好兇喔 對...我跟他講說 他說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說你不知道有時候 那個急變化很快嗎 你先開車講良性 搞不好三個月之後 他就已經變成惡性了 搞不好你下次來的時候 結果你再不來 你半年之後再來 搞不好你就已經廢轉移 什麼轉移的 你還不來 對啊 我說罵一罵 他就有點嚇到 他還是不肯開刀 不過後來三個月 三個月就有回診這樣 大外科一直這麼多年 有時候我跟病人溝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醫生在講 同樣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用 比較術語的方式跟病人講 因為我們習慣這樣子講 因為我們讀很多書 要跟人家知道 我們講話要跟人家不一樣 類似出國成長的意思 但是有的時候就會 有點小誤會 但是這個女性 她二十幾歲 她這個乳房有個小小的瘤 我本來跟她講說 你這個可以觀察 但是你知道嗎 有些人有強迫症 就跟瓜哥一樣 她不容許身上 有一點點長其他的東西 她就一定要開掉 她說如果她一定要開掉 我說好 那就要開掉 可是她腫瘤很小 我就說那你這個 也不用住院了 我在裡面只能幫你開就好了 她就問我說 那她說我要做什麼準備 我說你不用做什麼準備 你就把今天的手做東西 簽一簽 也不用禁食就可以來了 就那你知道嗎 就天有不測風雲 我本來跟她約三點半 結果那天好死不死 那個外面有遊覽車翻掉 結果很多受傷的人 有的需要開刀 就擠壓到開刀房的房間 所以她一直等到晚上九點多 才輪到她開 她就從外面三點半 她就到了 一直到九點多才來開 等了五六個小時 沒辦法 就有急診刀 結果她進來的時候 那種手術師的護士小姐 就把她就帶她進來 就發現她 走路這樣搖搖晃晃的 那手術師的護士就很緊張說 小姐... 你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如果你今天不舒服的話 那是不是今天刀要取消 因為她就想說 你身體不舒服 幹嘛要急著要開這個刀 你就改天再來開 那小姐本來就只是昏昏的 一天到這句話更活 因為她已經等很久了 你知道嗎 等了五個小時 你現在叫我回去 叫我回去 你還告訴我 我是哪裡不舒服 我沒有 我只看你走路這樣子 晃晃的而已 我沒有說 我只是看你好像身體 不是很舒服 她說拜託 如果你跟我一樣 從昨天晚上十二點到現在 已經多少個小時 我已經二十個小時 沒有吃東西了 我看你會不會不舒服 我等你等他 我已經等他都等了 沒有吃東西了 手術要清腸胃 對...然後那個 剛剛玩笑就說 你為什麼不要吃東西 她說江醫師跟我說 我不用禁食啊 我就想說完蛋了 以後我再也不講這句話了 我講的是說 你不用禁食 他聽到我 他以為是 不用禁食 對...我就說你不用禁食 是說你可以吃東西的意思 不是叫你不用禁食 不是叫你不要去吃東西 那你就講可以吃東西 跟不可以吃 對... 所以我現在跟畢神講 我都說你這個東西 你這個手術是可以吃東西的 還要賣學問你看看 還書讀很多對不對 對...我們都要講 不用禁食好不好 聽起來不要有學問 但是我現在不用這句話了 因為他會搞錯 可是他開刀 本來就不能禁食 沒有 局部麻醉可以 他是局部麻醉 他是局部麻醉 全身麻醉才真的不能吃東西 對... 功勞永遠都是長官的 過錯永遠都是屬下的 都是這樣 醫院也是這個樣子 我記得我當時 醫師的時候 在很大的一個醫學中心 那有一次就是 早上的時候就跟一個 教授級的主治醫師去查訪 旁邊還跟了一個總醫師 我們就三個去查訪 就查訪的時候 剛好那個病人是昨天開個肚子的刀 然後那個病人剛好是 教授的VIP 就是認識的朋友 因為昨天開刀的話 開完刀傷口是蓋著的 其實都還沒有人看過 是今天早上來才要打開來看 教授就帶著 我還有總醫師 還有就是三個人去看那個傷口 旁邊就站著兩個家屬 把肚子一掀開來 本來他還在笑的 就是那個教授還在跟教授打招 我原來認識嘛 那個家屬是跟教授說 謝謝 昨天辛苦你 幫我爸爸處理的怎麼樣 我爸爸現在看起來精神很好 教授你的醫術真的很棒 所以他在那邊啦啦啦啦啦的時候 教授把傷口一打開 然後大家都不講話了 空氣瞬間凝結 那個三口紅的 有夠醜的 就是那個高低也不起 對的也不起 然後最底下的地方 還有一點開開的 就真的很醜 就像衣服扣錯褲子 有點像是這樣子 就真的很醜這樣 天啊 就很難看嘛 然後那個家屬就是 你知道嗎 他本來如果今天 不是那個教授在旁邊 是別的醫師打傷口 他一定開始罵 說怎麼會縫成這樣... 可是剛剛那個教授謝謝完 就看到這個傷口 就很尷尬嘛 然後教授就問說 那個... 教授這個傷口是... 是都要這樣弄是不是 他就說... 這罵就來... 這罵就來... 不是 那這個傷口是就 都是這樣子 教授就很尷尬 沒有說 這個都是今年流行的嗎 教授... 教授也是很厲害啦 身心擺在教授就是很會講話 他說沒有啦 第一天比較不自然啦 就是剛剛縫好 可能之後就會比較... 比較自然一點 就講... 他就拿著那個... 叫那個護士小小把他拿 他就稍微在... 背塞就是在床邊 稍微把他對一下 抱他對一下 然後就講得很尷尬 場面就很冷嘛 結果教授在裡面 還是強言歡笑 一走出去 他臉色馬上就變了 反過來就看那個總醫師說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事實上這台刀 教授昨天根本就沒有上去 是那個總醫師開的 總醫師就說 那個...不好意思啦 那個... 昨天我縫那個... 一開始那個傷口 是我縫的沒有錯 不過後來我縫完之後有沒有 我就帶著那個學弟縫這個傷口 那個學弟就是我 他就說我就帶著學弟縫傷口 他說那教授就說 你可以... 當然可以放刀給學弟開 但是你帶他縫傷口 你也要看著他縫得怎麼樣 怎麼會縫成這樣子 你都不知道呢 他說教授說沒有啦 我縫那個裡面 那個最重要的那一層之後 我就問學弟說 他會不會關傷口 學弟跟我說他會 所以我後來就沒有看了 我不曉得後來是這個樣子 說真的很抱歉 我沒有去檢查這樣 我下次會改進 他又打算跟我講說 學弟 我跟你講 那個做人不要逞強 你外面縫不好 你不要跟我說你會縫 那不然現在這樣子 或者說當下你如果 不會縫的話 你跟我講 我會帶著你慢慢縫 我們學習的過程都是這樣 大家從不會到會 你不會不用硬撐講會 速度多還是有差 一定要一直講一講... 我就很傻眼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昨天請假了 你白癡喔 你不要也在這位人好不好 我昨天根本沒有來上班 我沒有跟他來刀 神經病 那個刀 我不曉得 我也不曉得是誰縫的 可能就是他總統治 天生比較沒有美感好不好 可是當下我也不敢反駁 我本來想跟他講說 你要賴要賴對 我昨天沒有來 學長 那你那個學長就很難閒 沒有 我最後還是講了 那個學長就跟我講說 學弟的沒有關係 我們大家都在學習 不然我們你跟教授 好好地道個歉 等一下再跟家屬講一下 好好地跟他 我還真的跟他道歉 我說真的很乖 我剛剛好像這樣說 不好意思 我下次會更注意 我根本沒有上那個來刀好不好 對啊 我還是承認是我的錯 天啊 妳要說我沒辦法 我們以前那個白 真的是很威權的時代 以前那教授的那個壓力 就是... 只要插一屆的年資 那就是老師跟學生 現在不會這樣子的吧 現在沒有啦 現在那個都嘛 像他們那一屆 大家都往沒搭 沒搭 你是在抱怨嗎 我一直在抱 現在有FB還有PPT 還有那個靠北插傘 所以一下就抱出去了 像教授不能 也不能夠承什麼什麼 也不行了啦 對 像個教授 現在可能被人偷拍出來的 現在以前我們那個 很大的教授在靠北方裡面 大家都聽過嘛 一神奇就罵人嘛 丟器械的 現在沒有啊 你在那邊丟器械 那護理師就開始在錄影 對啊 手機還會拍啊 就馬上給你包出去了 對啊 特別是像林婷這一種的 誰敢啊 超開的好不好 側拍 而且像那個S 我很感興趣 那開刀房沒有攝影機嗎 沒有 沒有攝影機 那是被人的隱私 我們只有 我們攝影機不是架子照病人 不行 是照著各個場所 有沒有壞人進來 有有有 但是開刀的過程不能那個 開刀拿手機 也不行 可以啊 戶下來都很厲害喔 沒有 我們是說不能夠 照開方的東西PO出去 但是如果你在罵人家 偷偷按錄音 你怎麼會知道 其實我是覺得當醫生 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 我當主治醫師 第一年的時候 等於是出入社會 我真的覺得這個人性 都是很良善的 到這個榮民到我門診來 他就跟我說 他要拿止痛藥 我就說 你是要哪裡不舒服嗎 他說他全身都痠痛 其實那時候也 對於病人要求什麼 我們大部分都會答應 就開個禮拜 結果一看到藥單就說 安可醫生 我不是要開個禮拜 可不可以 我說你為什麼要開個月 我們這一半 大部分藥物都是開個禮拜 很少能夠開到一個月的 他說沒有 我說你為什麼全身都是傷 他說你不知道嗎 我以前是打過823砲戰 那個什麼江委員長 怎樣... 就說他以前跟江委員長怎樣 講得很偉大你知道嗎 他說他以前在清門的時候 怎樣 在哪裡的時候怎樣 打過爆炸之後一直講 我都覺得這個 我一聽聽我就肅然起敬了 我就真的開一個月的藥單給他 因為我就覺得 這種為國家犧牲奉獻的榮民 非常的偉大 就開一個月 結果兩個禮拜之後他又來說 醫生 可不可以再開一個月的藥 指通藥給我 他說他藥不見了 我說好... 那你要不見了 我就再開一個月給你 所以隔了兩個禮拜 他又來說 醫生 你真的可不可以開聯儲給我 開三個月要給我 我就開始覺得很奇怪 就開始很為難 我說你這樣 我就感覺說 你這樣連續的重複用藥 可是這一次跟診的護士小姐 就在我對面 一直跟我死眼射 我就說伯伯 那我等一下幫你弄一下 我等一下會幫你弄 我就一直開 會問那護士小姐說 你幹嘛 你眼睛是怎樣 你幹嘛一直跟我講 因為這是前面兩次跟我診的 都是跟我一樣 都是菜鳥的護士 這次是個老鳥 他跟我說 你開給他幹嘛 我說為什麼不能開 他說他是我們醫院 這個冠犯 你知道嗎 我說冠犯 怎樣冠犯 因為他們柔平看面不用錢 他很多人會拿這個進去賣 可以賺錢 對...還有以前那個 我剛剛主持人的年代 對岸的經濟環境 還沒有這麼好 有人會返鄉探 有人會返鄉探親 代藥當移民 那個年代還會這個樣子 他就是想說騙我們 因為老鳥的醫生他騙不過 他專門騙我們這種 我們那時候都覺得 人性很善良 所以雖然那時候我的 從小就很睿智 還是被他騙了兩個月 你不知道的危險因子 生病是自己造成的 我們之前常常提到說 健檢是給健康的人做的 你偶爾要加點什麼東西 就是看你佔你這個年紀 或者是你本身有什麼危險因子 你就多去做什麼東西 比如說你家裡的人 如果都有大腸癌很多個 你大概會定期去做 大腸鏡檢查就合理 但是因為醫學 都是日新月異的 就是很多東西的危險因子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 但是還沒被寫在教科書裡面 各位觀眾就可能不熟悉 以前其實危險因子我們討論很多 我今天主要講的是乳癌 今天我就要介紹兩個 各位可能比較不熟悉的 關於乳癌的危險因子 可以自己看看 如果你有這些危險因子的話 你可能在做一些見解的時候 你要小心自己有沒有 乳癌的風險 我要講的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壓力 另外就是一個高糖飲食 壓力其實就跟心情是有關係的 壓力看不到 對 因為以前壓力這個東西很抽象 我們在醫學上很難去測量 你這個人的壓力有多大 其實之前我有個案例 他才乳癌一起而已 他追蹤了多少年你知道嗎 17年 到第15年的時候 他有一天跟我講說 佳癌醫師我可不可以 不要每一半年都來檢查 我已經檢查了15年了 那麼久了 我應該不會再復發了吧 我要說你還是半年半年哪一次 因為那時候我跟他講 我說健康人多久檢查一次 一年嘛 那你至少就是不是很健康的人 那你半年一次天津地 合理 合理嘛對不對 可是他就說這樣子才每次都要請假來 怎樣... 他說那改一年好不好 那一次 因為我也覺得他才乳癌一期而已 如果他是乳癌二期三期 我可能會堅持 結果你知道嗎 他在第17年的時候 竟然是 乳癌復發了 所以他本來是開左邊嘛 切得平平的 乳邊那邊就 然後他說照的時候 除了這邊之外有沒有 脖子的淋巴也大了 那時候其實本來一年還沒到 他是第八個月的時候 自己摸到的時候衝過來的 這就證明是乳癌復發了 但是入院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問他說你先生呢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最近 有做一些那個研究 都有看到 我們這種乳癌很早期 就追蹤很多年復發的人 結果你去問他 大部分在前兩三年 都 精神有受到極大的打擊 很多要嘛就 要嘛就 要嘛就 不然就是出現一些重大變故 你壓力大的人時會怎麼樣 你抗荷爾蒙就會增加嘛 你壓力大嘛 抗荷爾蒙大家都知道是 類不存嘛 本來就會壓你的免疫力 你以免疫力不好 本來癌症就容易復發嘛 第二個之前我們也有提到過 壓力大 你什麼東西會興奮 交感神經嘛 因為要抗戰 這樣的神經分辨出來是什麼 就是正腎上腺素 但是我們現在也發現 正腎上腺素這個東西 本來就會讓 長期放在就會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知道 為什麼壓力大的人 容易得到癌症 其實不只是乳癌而已 其他很多都有啦 另外就是我們講的高糖飲食 以前我們都說 糖尿病人比較容易得到癌症 其實很多都有在寫 在標科書裡面 可是原因其實我們不是那麼知道 我們只說 你那個糖尿病人 我們都說你免疫力差 所以可能是免疫力差得到癌症 但中原院直接告訴你 之前我有一個女性的病患 她本來是這邊有一坨纖維囊床 就摸起來硬巴巴 水冰水冒在這邊 一直定期在追蹤 她回診追蹤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我說我覺得妳最近有點 妳要不要稍微控制一下體重 她說拜託 我都停筋了 停筋前我還稍微照顧一下自己 停筋後 我就什麼都沒有了 我說 妹妹要看我 對啊 就隨便嗎 我就說妳這樣真的很危險 她說哪裡危險 我就說妳停筋之後 本來理論上 體重就是每年會增加0.5 如果你又不節省 你不可以控制 你就會一直肥胖 我說這跟女性荷爾蒙有關係 她說沒關係啦 我現在也沒要看 我小孩子也生了 沒辦法變 沒辦法看 沒辦法暖 她覺得開心就好 她說我這個 我停筋之後已經睡不好了 然後叫我控制飲食 我覺得很累 我這樣就好啦 我本來叫她半年來一次 她也是自己改成一年 就那一次一年來的時候 她還是有來 但是她提倒了兩個月自己來 不是我預約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這一塊變大 她本來就摸到一個微微的 她覺得變大 就來找我 結果一扎是乳癌的一起 好險是一起 好險她自己也有在摸 她就問我說怎麼會這樣 她不是說什麼 女性的乳癌 都是跟荷爾蒙有關係嗎 她都停筋了 怎麼反而在 沒有在停筋前產生 反而在停筋後變成了 我就跟她講 我就叫妳減肥妳不要 妳不知道女性停筋之後的 荷爾蒙哪裡來嗎 妳停筋前是卵巢 停筋後是脂肪組織 所以妳停筋後 如果控制肥胖的話 妳的女性的荷爾蒙 就是會比一般人高 妳這個也是乳癌的高危險群 所以還說這些事情 可能大家都要注意就是 壓力 高常飲食 還有停筋後的肥胖 都請小心好不好 還有我覺得要補充一點 是 請說 剛剛醫生講的一點 我覺得是很多人 都會有的問題 就是自己當醫生 對 醫生跟你講說 妳要什麼時間來 要怎麼樣 要吃多少 然後吃完之後 妳要再來一次 很多人就吃完 好啊 然後其實他還潛伏在那裡 對 或者是像剛剛醫生講的 他其實就在那個痕痕 他就出現了 因為妳不來 追蹤不到 所以 不是醫生的人 請不要自己當醫生 對 真的要親醫主 我們一直叫妳回診 真的不是要賺妳的錢 在我當住院醫師的時代 那時候 如果你去外面的市立醫院看 如果譬如說 今天有人出院 他們那時候那個病人 住院來都有一個轉盤 在那邊 有人出院那個就會空的 就會沒有名字 醫生就插自己的名字 說我要這一床 我要這一床 那是可以插牌的 插了那個床就是我的了 我要收我自己病人上來 掀牌就贏了 但是現在真的沒有 現在醫院裡面的那個部門 分工別類的 住院的床位 就是住院主在管的 對 住院主上面可能還有什麼 經管主行政部門 當然最後都會到院長室 所以剛才那個 那個證醫師在說喬王 那一定是院長 副院長 只要是喬王 那當然是可以喬 但是 還是跟證醫師講的一樣 我們還是會有順序性的 你怎麼可能 有一個急診刀要開刀 你不給人家住院 給人家一個感冒的住院 那是不可能的 對 所以不要一直以我們醫生 全聯到 我們醫生只能喬一種事情 現在的醫生 大部分只能喬一種事情 就是比如說 你今天拜託我 你今天要給另外一個醫師開刀了 你拜託我跟他關照醫生 這個沒有問題 或是他要幫你開刀 你明天本來是第三台的 你想說我年紀很大 我可不可以排第二台或第一台 這個OK 同事之間都很好講 或者是他要看病要加號 讓他早點進來看 那個都沒問題 但是你講到床位 那真的現在的床位 基本上都是 不是醫生在管的 所以我們是找錯人的 對 你如果要喬床位 我跟你講真的 你找那個外面的 其實最常見的就是 親戚朋友 有天我媽就打給我說 那個等一下會有一個 你爸爸的舅舅 他等一下會打電話給你 他說他跟我們要你的電話 我們也不然是不給他 我就說幹嘛 他說他好像說有一個 就是他的親戚朋友 那就是在某家醫院 現在在急診室已經躺三天了 出車我到現在都還沒上去 他說他們全家在那邊照顧他 很難受 在記者車上很難受 大家都擠在那邊 又沒有那個 他說可能是要找你幫忙 你接一下他的電話 他是你爸爸的長輩 我說好 他電話就響了 就沒有看過了 我就知道是他 我就直接起來 我說喂 他說你好... 我是誰... 我跟你講 我說你好... 其實我也不知道叫他什麼 但是我媽叫我 叫他救公 我就叫他救我 然後他就說 我跟你講 我媳婦的哥哥 什麼... 然後後面我就沒在聽了 因為我已經不知道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只知道後面有一個人車禍 這樣子 現在在急診室躺了三天 他說 三天都沒有病房 我們有去問那邊的醫生 他們也不知道說要等多久 他說 他說你不是在這家醫院嗎 我是不是 可不可以去幫我們 幫我們那個老人家在旁邊陪那個 這樣子大家都很累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就說 那個... 我會去跟那邊醫生講一下 因為對我們來講 叫那邊醫生跟他關照一下說 對他好一點 或是跟他打他啦 那很簡單 但是我就跟他講說 我會請醫生去關照他 但是我又會老師跟他講 我是說 這個橋床真的有困難 急診室一定是按照嚴重程度 我說醫院裡面如果有床 誰要把你擋在急診室 就是沒有床 所以你上不去 我說這個還是要 照一定的順序要等待 我以為我講得很合情合理 我也告訴他說 我會去關照 幫他關照一下 那個醫生對他好一點 沒有想到他 他就... 他現在跟我說 你不要這樣子 那個... 坐著要 他說你小時候 我也去看過你 看著你 我可以說是看著你長大了 對 你現在這樣長大了 當醫生這樣翅膀硬 就不理我們這樣 我們要幫忙的時候 也不來幫忙 對啦 我也知道 我們現在也沒有辦法 給你什麼幫忙 但是你也不能這樣 我們小... 又在講小時候 我怎樣對你... 不是 我現在真的要跟我 各位親戚朋友講 好床位 真的 有一點小困難好不好 還是要照順序的 我覺得公關就是做兩件事 因為公關不只是喬媒體 有時候也會去喬醫療球隊 對... 我們有一些公關 覺得很奇怪 就是我口中有豬隊友 之前有一個 蠻資深的組織醫師 他幫一個年輕人開刀 結果他年輕人很不幸 在兩個禮拜之後過世 可是整個過程當中 全部的醫生都認為 那個醫生做的是對的 沒有人覺得 他有做錯什麼事情 就有病情就是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嗎 一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過世 家屬能夠諒解嗎 是不可能可以諒解的 所以家屬還是很氣 想要告 那時候那個組織醫師 就覺得他也沒錯 可是那個組織醫師人還滿好 那時候就是公關 帶著他去跟家屬這樣去解釋 那個組織醫師講一講... 那組織醫師就講完之後 其實家屬還是很衝動 那個組織醫師後來 就跟那個公關講說 我說那個... 其實我知道他們家的環境不好 也有一個年輕人過世了 一定需要一些商障費 我雖然知道我在留 我沒有錯 我也不怕他告我 但是我願意 幫他去處理這些商障的事情 我幫忙 魏溫金 有點類似魏溫金 不是紅包 是魏溫金 對 他說他希望這件事情 就這樣子喬掉 他要請公關去幫忙跟他們講 結果兩個禮拜之後 公關在跟他回覆說 某某意思 我搞定 幫你搞定 一個人很高興 因為不用上法院 五萬塊買不用上法院 他也覺得很OK 家屬說這件事情就這樣子 你的那個誠意他們看到了 我最後幫你談定了 不是五萬嗎 對 公關... 你希望談回來價格變二十萬 可是就已經答應人家了 你現在又反悔的話 那個一定就是鬧得很大 但是上架 最後後來就是 那組織醫師就賠了二十萬 最後來那半年 我就看到那組織醫師 就很認真的在工作 我沒有票選 最不能信任那三個人嗎 第一個是政經家 政經家 第二個是律師 第三個就是醫師 就是我們講話 現在很多人都不大詳細 但是我們還是要迫一些 網路的謠言 荷爾蒙這個東西 到底可不可以補 婷筋的婦女 可能大家有時候醫師 叫你補充荷爾蒙 對 有的女的就會翻臉 補充女性荷爾蒙 不是會導致乳癌嗎 我們不是常常在講嗎 你那個沒事吃什麼蜂王乳 害我三四十歲的什麼 子宮肌瘤變搭 什麼乳房長什麼東西 整天都在講 那你為什麼現在要叫我補充荷爾蒙 你是跟我老公串通嗎 還是怎樣 還想殺我嗎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五年之內的補充 正確的補充女性荷爾蒙 基本上 不會增加乳癌的機率 至少大數據告訴我們這樣 甚至最近有一些文章 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在停經症候群之後 你非常的嚴重 你在這個時候 適當去補充荷爾蒙 也許你得到乳癌的機率 反而還會下降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各位都知道 這些停經症候群人 他們的那個脾氣都很暴躁 當你脾氣很暴躁的時候 你身上的交感神經會很興奮 因為你一直想要攻擊別人 這時候交感神經興奮的時候 你知道症腎上腺素 以前我們有研究出來說 症腎上腺素這個東西 如果跟乳房的細胞 泡在一起的話 它就會讓這個細胞 有可能傳生癌細胞的可能 所以你長期交感神經興奮的人 那種女性 很暴躁的那種女性 其實在我們看起來 得到乳癌的機率是增加的 所以他的理論就是說 如果你停經症候群 都不好好去處理有沒有 你就整天處在暴躁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症腎上腺素的分泌 都一直在增加 所以其實你這個人 反而比較比那些 正確補充女性有沒有 反而更容易得到乳癌 所以我都會建議人家說 如果今天你真的很不舒服 我還是建議你補充 但是基本上不要補充太久 不要超過乳癌 之前有一個那個46歲的女性 她就是腰痠背痛 到那個腹肩科去看門診 那腹肩科那個 那時候看到一個46歲的女性 其實她也沒有想到什麼 她是想說 那個應該是骨刺 不然就坐姿不良 所以當然還是要固定 照一張那個X光 結果照嚇到 那個女性的那個腰椎的 第四節跟第五節 所以它就是標準的 有一個壓迫性的骨折 去幫她測骨密度 負四點了 就是那一次 因為她很疼痛嘛 還住院嘛 才知道自己有 第百八十幾 她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她42歲就停經了 可是那時候的那個 那個婦產科醫師 有建議她去補充女性荷爾蒙 她說你這麼早停經 就這麼早就失去女性荷爾蒙 這樣去滋潤你 你可能會 後面會有很多病發症 就建議她補 她堅決不肯 為什麼 因為她其實之前在乳房外科 沒整個追蹤的時候 所以她深信網路上講的 如果你乳房外科有毛病 你絕對不要補充女性荷爾蒙 所以她打死都不肯 所以才搞到才過了四年 就補充了 而且因為她的體經生活菌 其實是很嚴重的 她這四年來一直都睡不好 搞到她血壓也變高 對 所以才說 其實正確補充女性荷爾蒙 是幫你 不是害你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壞的藥物 所以說你要正確的補充 不是自己亂吃 自己亂吃應該還是會掛 止痛藥現在就是說 為什麼剛才田醫師講說 像瓜哥講說 我們幫你打麻痹藥 你反而沒有效 其實止痛藥基本上 就分成好幾集 麻痹類那種管制的藥 基本上已經被我們 放在最強的那一集了 可是為什麼反而是 你第一級的那種藥 對你比較有用 不是因為我們體質比較健 說要打比較爛的藥才會有效 不是這樣 那是因為 像你講的那種腎結石的痛 它是因為輸尿管在收縮 還有那種人家女生的筋痛有沒有 它是子宮在收縮 NSAID這個藥 基本上就會抑制這種收縮 所以它對於這種痛是特別有效 因為剛好就針對它了 可是剛好田醫師那種 根本剛好它對這個過敏 所以不能打 所以我們只能往上打 更強的那一劑 因為前一天晚上 它打有Keto的那種 對 那個就有效 結果我有效 可是我腫疾 那就沒辦法 所以代表你對這個藥物過敏 所以它只要打麻痹類藥 雖然它只能效果比較強 可是因為它沒辦法 停止你那個收縮 所以還是會痛 我常常在講 麻痹在瘤眼裡面的使用 是非常非常的頻繁的 我們所有術後的止痛 我們就用麻痹類 因為有效啊 你燒燙傷 你不用麻痹 你會痛死 而且癌症的病患 更需要使用麻痹類 那種在最後的那個安寧 你的那個期間 我們最常使用麻痹類 這就有個病人 他切那個腸胃道切胃 切完之後你知道嗎 就是大概會有七天不能吃東西 而且切完之後 我們都會跟人家講說 你可能要平常起來多動一動 不然為什麼 你肚子被我們打開 因為肚子這樣翻來翻去 接來接去 其實腸胃道會麻痺好一陣子 如果你在術後 沒有馬上站起來 到處這樣晃的話 你可能人家疏後 可能七天就排擠 你可能要七個禮拜 這種才會排擠 肚子就會變得一直很脹 可是你知道嗎 你疏後要能夠很快的下來走 前提是什麼 你不能疼痛 不然你開一個這麼大的傷口 在那邊 你哪敢走啊 所以這就是疏後止痛藥 要好好的用嘛 那個病人就四十幾歲 因為胃癌去開刀 開完之後 我們要幫他打止痛藥 他第一句問說 這什麼 我們說麻痹啊 他說為什麼我要打麻痹 我又沒有吸毒 為什麼我要打麻痹 我們說要幫你止痛啊 然後他說不... 那有沒有其他的 有 就跟瓜哥一樣 我們本來要幫他打麻痹 可是他剛好過敏啊 我們就說 可是現在又沒有什麼 口福樂可以吃 你現在又不能吃 因為你剛才會讓他止痛心 腫一點有什麼關係 過敏 可是沒有人可以預測 他的過敏反應會什麼 有時候過敏會死掉 過敏也會死 我是臉腫很多拋藥 那是你再打麻痹 你可能就會死掉 過敏 過敏可以嚴重到 太危險了啦 像我男友 他就是史蒂芬強身 對 那就很危險 對 所以沒人敢去試啊 你知道你有過敏 沒人敢幫你打的啦 所以那個病人就是因為 他死都不敢打 他就一直在忍嘛 每天我們去病房查房 他都在那邊握拳頭 你就是不可能 他就是不可能動啊 他就不可能打 他就很痛啊 他就在那邊束後 五六天都躺在那裡 都不敢動 結果束後 就比人家恢復的慢了 兩三個禮拜之後 對啦 最後他還是沒有裂開 不過還好 就是就是注意到久了 我才說 所以止痛藥善用 其實對病人的恢復會很有幫忙 你不要排斥止止痛藥 我們什麼時候要講專科護理師 專科護理師其實在醫院的角色 有點像 外面很多的醫院 是沒有住院醫師的 所以醫生需要專科護理師來幫忙 就是在照顧病人 他們的身分跟我們一般認知的 那護理師又不大一樣 他們可以幫助我們開後的 做一些事情 所以很多的像老一輩 像鄭教授 那一代的醫師 他們是非常倚重專科護理師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左右手 基本上後來的專科護理師 大部分都會變成 類似他們祕書一樣的事情 像蕾華嗎 蕾華那個又更老一點 一般就是專科護理師 就會很像 就是 除了在醫療上之外 醫生有很多的失誌 也會拜託他處理 比如說醫學會的事情 或是幹嘛 幹嘛的事情 都會請他幫忙 但是大部分的醫生就是 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是你叫人家做事情 你相對的就要給人家一些 一些好處 我們逢年過節 也是會送他們東西 我們收到的水果 也是會分他們一堆 像我現在只要收到水果 比如說後面五六盒 我的專科護理師 以前跟我很好專科護理師 他們會先挑 我是拿他們剩下的 所以我說如果你有這樣 對人家 人家也會對你好一點點 你不要說 一直只是叫人家做一些 不是他業務內的事情 然後人家沒有半點好處 人家會反抗 之前就有一些 其實就有一個 滿大醫院的一個 滿高階級的主管 醫院就配給他一個祕書 其實祕書理論上 應該是要幫他排行程而已 可是他就是會 教他的祕書 去接送他的小孩 去他家裡面 送其他的衣服 他家裡的水電費 也會叫他說 什麼什麼要講 就把他當作 家裡的管家一樣在做 後來那個祕書就有點反抗 就說 就直接跟他講 一開始不敢反抗 就是還是做了兩個月之後 他就卷想一個月不對 說這又不是我的 失誤內的事情 為什麼我慢慢做這些 而且薪水不是他給的 對 重點是 薪水是醫院給的 不是他給的 對 可是他就常常要求 他在上班的時間 去幫他做一些 他私人的事情 後來那個祕書做了兩個月 就覺得不大對 就跟他講說 那個某某醫師 我覺得這些事情 應該不屬於我的事情 對不對 那個醫生就很生氣 他說 你是我的祕書 你本來就要幫我 出去做的事情 如果你不要做 那就換別人做 可是講這句話 他醫師就招了 後來那位祕書就 錄影就把他送去證風書 送去證風書 對啊 後來是那個醫師被吊死的 醫護地雷組合 菜鳥 老鳥 誰才是豬隊 我常常講 很多醫療的東西 不是學校可以教的 很多東西都是要在那個 進入到醫院裡面 就是一代再教給你 要久了之後才有經驗的 那個才會很厲害 那個學校教的東西 你要完全轉換到醫院 其實他需要 很長的一段時間的 所以在醫院裡面 那種資深的工作人員 其實都每一個 我覺得都是保 像我們開刀特別是這樣子 因為開刀一定要戴著口罩 戴著口罩講話 有時候就是會 聽不清楚 可是我們每次跟那個 跟那個資深的護理師 要器械的時候 其實我們手只要伸出來 你嘴巴只要發出聲音 那個器械馬上就滴到你手上 而且一定是你要的那一次 第一個他跟你很熟 他知道你要幹嘛 或是病人現在在流血 你綁住了 你手一伸 他就知道你要的是線 就像你不小心講錯 你剛才講剪刀 他滴過來還是線 因為他知道你那個線 有時候你講話會講錯 可是他要 他永遠都會給你 你現在正要需要的東西 因為 可是你如果遇到那些 不熟悉的人 你就糟糕了 特別是在 像我才剛發生在上禮拜 我就在開個病人 開… 病人那個有個地方就流血了 我就把它夾起來 夾起來之後 第一個效果我就要綁線了 我就叫三號 沒有反應 我們通常在開刀的時候 我頭是不會轉過去看旁邊的 我會一直看著這個 我自己的那個東西 我就一直顧著它 第一聲三號 你就覺得人家沒聽到 你就再擺一次 三號 還是沒反應 下一聲就會大聲 三號啊 還是沒反應 我就轉頭 講三號的時候 就轉頭開始想說 這個在幹嘛 就一看 我就看他那個 兩個呼吸一下面面相去 因為突然有兩個面面相去 誰是三號 江醫師 那個 他不一定想到你 是三號 我是三號 他不一定想到你叫誰 而且三號是什麼 三號到底是什麼 其實這個誤會 就是這樣發生的 縣 我們在 之前我在另外一家醫院的時候 我們的縣 是有分粗細的 最細的是一號 半 二號 第二粗的就是二號 第三個就是三號 那一天為什麼要叫三號 因為那個血管比較大條 所以我要用比較粗的線來把 但是他們這家醫院的叫法 不是這個樣子 縣沒有在分號碼 他們只有分粗的線跟細的線 你要直接叫 我要粗的線 我要細的線 他沒有在分什麼號碼 對 他們可是 一般如果他是構資深的 他還會看你現在在幹嘛 他看到你在綁 他就知道你要線 他可能直接問你說 你是要什麼什麼什麼的線 可是他就以為我在叫人 我就想說 我又不是科學小貝賢 什麼醫藥鐵修 沒有 所以我來說 有時候在換醫院的時候 就會出現這種事 而且如果護士小姐 不夠資深的時候 他是沒有辦法跟上你的 那需要一段的時間 其實就有個二十幾歲年輕人 他媽媽就幫他 保一個實質值務的保險 他是一個 我本來叫他觀察 但是他不肯 他就覺得說 他身體是很完美的 他不能夠接受 他這樣摸到一顆 他就在那邊滾來滾去 他就一定要開刀 可是他不想要有傷口 我就說那你就開微創 可是那時候 那時候 那個年代 大概兩年前的時候 這個時候微創 健保底是不幾乎的 而且 全部都要資費 所以連你住院開始 一直到你出院 每一條都要資費 他就 我就說那你要不要去問清楚 你的保險公司 這樣可以嗎 他就問了一下 結果他只達到一個答案說 他就聽到這個而已 他就說那就 他就來開 他問他多少錢 我說大概開起來大概六萬塊 他說OK 他說可是他的商借是 他說六萬有一點 還有十九萬 他說我還可以買些什麼嗎 我說看你要幹嘛 結果他出院當天你知道嗎 他買了 五百多片的那個 那個防水貼片 我就看他想說你要幹什麼 我說你是要去外面 要團購的 要賣給人家 你買那種都幹什麼 他說沒有 我才二十幾歲 命還這麼長 這中間有沒有受傷 除非要要除 而且還有很多朋友 我的親戚 可能要會過期 我不知道 他就說他要買一次 讓大家都可以用很久這樣子 反正他就說 他就沒有差 像買一買 他也在花了十八十九萬 他說就沒差 反正他上街就十五 結果兩個禮拜之後 就回來門店找我說 可不可以幫他改那個 那個... 診斷書 那個收據的那個東西 我說幹嘛 他說保險公司 只賠他七成 為什麼 他說因為 住院的地方被寫 自費住院 他說保險公司 就是對這個 自費住院有意見 他說你一定是 健保住院 然後中間產生了任何費用 他們就付錢 可是如果你是 自費住院的話 你後面這些自費的東西 他就只付七成 所以那個病人後來 總統花了二十萬 結果只賠七成 就只賠了十四萬 所以我才想說自己要小心 就是如果你是 健保住院的話 基本上你後面 負擔的一些自費的東西 是全部都死之死負的 可是如果你是自費住院 就不行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 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做一次 方便 也是 能夠 跟ング 出沒 叫 翁